黑白灰色调 简约设计 大大的广告就在师大商圈非常显眼 来自韩国的服饰品牌 这回大动作 辉军进驻台北百平精华店面 韩国评价服饰品牌 进军台湾抢进师大商圈 落脚在我后面这个店面 而这个店面先前 可是有30年历史的运动用品店 工人加快施工脚步 要赶在4月25号开幕 三角窗的店面 其实前身是一家 在师大附近相当有名 超过30年的运动用品店 现在改由韩国服饰品牌接手 租下两层楼店面 错估100平 每个月租金至少要33万元 这房子是自己的 不是租金的问题 所以老板身体不是很好 那我们这边都是做 老店都是做附近的邻居 还有师大的学生 台大的学生 所以价钱很合理 自由店面吹席灯号 屋主改当高租工 我想他的租金可能会增加 到百分之15到20 韩国品牌的咖啡店 成功踢走了两家日式料理店 成功进驻了百货美食街 其实不光是身上穿的 嘴里吃的也被韩流抢攻 原本的日式乌龙面 日式拉面店 进军美食街不到一年 就通通收摊 被韩国咖啡品牌取代 一次就租下了原本的两个店面 韩国品牌为了全面抢攻台湾市场 动作野心之大 从选地段到租金 可一点都不手软 记得詹品红 詹佑红 台报告 感谢观看